政治焦點好,來關心一下是基隆市長謝國良的罷免案 進入到了最後的倒數階段 但是颱風山陀爾來襲似乎打亂了藍營的固梁步調 加上基隆的多處災情也凸顯出治水等等缺失 讓謝國良不敢大意要趁最後一周 對民眾展現他的復原執行力 與行政院長卓榮泰同台勘災 基隆市長謝國良親自說明災情 颱風山陀爾江西 基隆災情嚴重 謝國良表情失去往日從容 十分嚴肅 喊話中央來協助 謝國良特別強調 因為史上最強降雨 才導致基隆災情遍布 就怕被與罷糧做連結 畢竟罷免案投票在即 柴良團體也動作頻頻 舉辦演唱會要趁最後黃金周末 用音樂表達訴求 但姑娘民眾也開宣傳車到場 一度爆發衝突 由於沒申請路權 姑娘民眾反而遭到警方舉牌勸禮 但這次颱風似乎也讓謝國良 失正漏洞被民眾看見 柴良團體就質疑謝國良從放假 就再到請假去參加活動 決策荒腔走版 這次颱風最大的爭議點 就是謝國良市長 有著明顯的缺失 在事先就知道 本次颱風會有大風雨的前提下 相信事前預防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基隆災情慘重 居民家園毀了也大亂藍營古良步調 謝國良要強調市政 凸顯市府的復原執行能力 最後一週要穩住腳步 不能再出差錯 記者從網報道